好 保安稳现在已经坐我们身边了 今天就是我们周三的运动时间 今天这个运动的主角比较特别了 主角是这个主角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孕妇 因为平时我们讲的很多运动 都是办公室啊 生活中啊 家庭中的运动 今天我们就专门讲一讲 这个孕妇是怎么运动 对生产肯定会很好 没有 哪一个 还有这张 对比 哇 看 当时保安稳这是 你们介绍一下 这看不出来怀孕啊 而且就说六个月 六个月 哇 这两张是同一时间的吗 同一时间啊 这是我第二胎的 这是第二胎的 我的儿子嘛 这个 sorry 两岁 并不是说是怀孕了以后 就必须卧床休息 要小心 多做做运动 可能对生的时候还是很好 更需要做运动 那现在生产那个时候是 好像跑一个马来虫这样 很辛苦的嘛 你没有training 你继续跑马来虫 很多人就是生的时候就拉到背部啊 拉到腿部啊 你懂 不会使力 所以这是必须的 真的是 那是从 那你说的这个事比如说是 比如快生产之前的一段时间做呢 还从怀孕开始 任何时间都可以 都需要做 只不过是我们那些 lain时间去说 ند站 指导 指导 什么东西 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就有一点改变 比如说不能够太热 那个什么Hot Yoga 那些东西当然是不行了 但其实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里面 怎么觉得 尤其是到这个临产之前 或者说已经怀孕超过几个月了 不会做太多的东西 对啊 要安胎 什么保胎 传统观念是不是不能动的 其实有些只是 比如说快升的时候 就是散步就已经是非常大的 散散步走走路啊 就可以了 对啊 很多 比如说你的那个子宫太 很多复杂的问题 当然不可以做运动 对啊 比如说血压膏啊 那些也需要做运动 糖量 只不过是需要如何去改变 那通常做哪个方面的运动呢 这个呢 这个是健身球嘛 这个健身球啊 这个是我的Client 从这个图来看 我觉得有些动作非常幅度很大的 嗯 他他九个月了 哦 他这个是九个月了 九个月了 他后来我们拍了这个照片之后呢 大概几天他就生产了 哦 还产了个女儿 哈哈哈 那我想知道是不是任何孕妇都可以做这种动作呢 还是根据孕妇的情况不同 对对对 怀孕不同 你去安排她做什么样的运动 因为第一个Trimester 第一个Trimester 第一个Trimester 我们几个 头三个月 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可以做 然后第二 后面几个月是 按照月份来的 按照你的体制来的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一开始怀孕的时候 那些关节就很松 因为它有这个Relaxing hormone 这样就很容易会扭伤 所以要很多东西要留意 嗯 那通常比如说 这都是有规范的一套运动方式吗 比如说怀孕的前三个月 中间的三个月 后面三个月 还是说是它是怎么来划分的 对有一点 有一点 你知道吗 规范 就是怎么来 怎么来分这个时间段呢 是不是有一套标准化的 它的意思是每一个月是不是有分的 对 有分的不同的动作 大概是有分 但是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书 它说你四个月怀孕之后 就不能够这样躺着 躺着了 躺着来做运动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 要是它这个胎是比较高 它一躺下来 它已经顶住了 顶住了 所以它就不行 要是它是那个 低一点 怀孕低一些 低一点就不会压到 然后你就可以躺着到六个月 它自己会知道的 所以这些知识呢 我需要跟那个孕妇说 你要留意什么东西 你要转身怎样转 你晚上会抽筋 抽筋 应该怎样去拉筋 怎样防止抽筋 然后胸部会长大的嘛 胸部一大了之后 那样的背就会累 如何捏捏这个背 这样就把自己挺起来 然后它的身体不停地改变 每个周期都不一样 开始这个就大了 然后胸大 背就挺 然后这边没有这么快 这几个月之后吧 那这边还没有大之前呢 就赶紧地练着 腰部 腰部 后背 所以就分阶段给我们 给观众朋友 大概的一个印象 比如说是 咱们就按三个月三个月 这么分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前期 中期后期 对吧 前期我们最适合做 哪方面的运动 中期后期 又需要 中期最 最舒服 因为你也 呕吐也少了 精神也多了 那时候就可以 多大量一点的运动 那后期呢 肚子也挺 很大了 然后就很多东西 也不能够做了 这样 那就比较有限量 限制这些 这几个动作 给我们讲解一下 主要是它对胎儿 或者是预付哪个肌肉 哪个地方好一些 比如说 这个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做球 做球 这个呢 就是旋转 好像是做肤拉圈这样 做到上面来回晃 来回晃 这起来什么作用 放松你的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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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好给大家讲解 我可以吧 我应该拿到球 看这样 转的时候 这边就舒服了 然后 同时 这个肌肉 下面这个肌肉 就把它给 给提升 提升 给提升 给提升 它就有韧镜了 要不然这很重嘛 你看 就提拉起来了 提拉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 哪个动作 这个呢 这个是拉筋 只不过是 拉拉这个 拉大腿内侧的筋 这个生产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说是 扯伤自己 是吧 这个是做 crunches 好像set up 这个像仰慕起步 但是这个不危险嘛 对啊 肚子这么大的时候 躺着就起不来了嘛 对对 所以用球就最好咯 因为球的时候 你的肌肉就是45度 大概45度 这样已经是伴坐的情况 伴坐情况就很容易这样上咯 但是你在地上呢 它这么起不来嘛 对对对 所以用球就好 这个就是做它的臀部啊 背部啊 就往后踢 踢腿 踢腿 慢慢踢腿 然后下面这个呢 这个挺难 这个也是腿的成长 这个挺难的 为什么 这个比较难一些 肚子已经这么重 还在你的屁股的重量 还在你腿的重量 肚子的重量 肚子的重量 这个臀部都是起来了 整个都提起来 提起来 提起来已经 这个主要是断裂是腿部 还是腿部 后腿 臀部跟背部 背部 都练到 都练到 他还能够一只脚起来 这就是一只脚 支撑着这些重量 哇 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做的 很难做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对吧 根据每个人的体制 他本来已经是比较活动的 我估计他平时都一直在练练 平时也喜欢练练 但是呢 他怀孕的时候 他一直练练 他就说 他怀孕的时候 那些肌肉的很漂亮 他说比他还没怀孕之前更漂亮 然后他一生完之后 两个星期 整个人就太漂亮了 这时候回来了 然后就很快 因为肌肉一直是在活动过程中 所以你生完以后 他就容易回来 他生完以后 他的肌肉还是太漂亮了 要不然很多人 没有做运动 一生完之后 他已经卸下来了 卸下来了 里面的学问很大 真的是 非常谢谢Bravo 尤其现在是怀孕的朋友 非常好的一个借鉴 其实Bravo 如果有孕妇的话 也可以到这边来做 不知打电话都可以 这是网址 Bodymagic.ca 那电话多少 647 89393 7755 好了 接下期时间交给我们广东话的Joke 看看他是不是能做好孕妇 这个动作 我发疑他不应该我做 看他动作怎么做 OK OK